大家好 欢迎回到妄向编辑部的《笑声妄新闻》节目时段 今节我许珊 另外还有我们的易得台仰 大家好 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欧善仪和郭正安离婚 最新鲜在一个网台节目中 竟然露出了她的真本性 其后有解释 可能是开机录影之前 主持与她之间玩得太开心了 所以有这样的反应 因为有人说她是浮夸 我觉得表情动作是一回事 但是你说的内容似乎 我较早前也有两节提到 说到什么修仔APP 约过六条仔 我觉得这个太过分了 我也认为是的 不过她在那一节里也展现出她的真性情 让大家知道原来欧善仪是这样的 都是四十多岁出头 很想有一个全新的生活 希望可以认识不同的男生 原来她这个人 在过往来说给人的形象 唱小丸子很Q的声音 很适合小朋友来听这首歌 再加上过往来说 她亦都是以一个国太的身份 有子女要照顾 而且看起来她又很努力 又很上进 读书读得很多 原来她的真性情是这样的 原来她很不满意她过往那种生活 还有一件事 我在那一节访问里面 她是说了一些对她这个前妇不好的东西 她之后也叫做再去补妃 说她是一个很好的人 说大家还是一家人那样 不过我自己有种感觉 就是叫做伤害已成 你说得出这一番话的话 你也真的明白到 有人说你这样说她也有 正所谓离了婚也好 不要这样去数丑对方 因为你们被人觉得有商量过 才一起去宣布离婚那件事 但你转过头没多久 整件事都没放冷 你就这样说 我觉得有欠这个公道 再回来 看到她觉得自己读书 说自己觉得学历太厉害 或者女性方面 学历太厉害 男士就会不敢认识你 或者不敢追求你 还是怎样 我又觉得 需要不需要说得这么夸张呢 对于这一点 我看到连登巴打 反应非常大 是什么 怎样反应 个个像狗公那样 很正 不是 倒回来 现在欧善仪被人骂得爆炸 他大致上的意思是 学历太厉害 就会吓死男生 他又说到自己是什么 打鼓有什么五级 还是什么 有船牌 有什么牌 对 你是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但你说 是不是这么惊吓呢 还是怎样呢 就算是男士来说 我觉得 可能每个人的学历 不是一样 但是 如果在他的学历之上 他发展了一门自己的专业 例如他之后有一些不同的认证资格等等 例如台阳的 他在IT 接着有不同的搜索要去考 不同的专业资格要去考 你越多越做得很多不同的东西 就会有更多的工作机会 或者更加专门 如果你不是电脑 或者是IT的行业 你就觉得他这些就不是这么特别 如果你是IT 他就是营养 或者是什么专业 什么健身 还是怎样的话 你有你的专业 我有我的专业 你又不用把自己的专业 放大到好像很厉害 如果不同的男生 他有自己的专长 有不同自己的特点 他也会有自己的自信 就不会因为你是营养 你是打鼓 我就害怕了你 还是怎样 不会的 不会的 这些学历只不过是其中每个人的一种熟性 有些人学历高一点 有些人学历低一点 不过有些人就会以为自己学历高一点 就看低其他学历低一点的人 有些人会是这样的 我自己就没有的 学历高低不是什么问题 不是一个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一个障碍 我会认识一些人学历很高 博士好像新BC 我也认识一些人小学刚刚毕业 我认识一些我以前小时候读书小 真的是小学毕业 但是人家在社会上打轮很久 又有生意搞 搞到很大 也有这样的人 所以其实学历是否真的那么重要 但我们看到 欧善宜他看学历是很重要的东西 还觉得外面的男生 看到你学历高会怕了你 对不对 来吧 不要太瘋了 你是营养师 我看到你写着什么英国什么什么 或者是哪个专业 我很久之前去手工肺肩的时候 因为不是只上一堂 又要上香薰 又要上这些东西 然后再慢慢学习如何做肺肩 因此我在里面认识到有个同学 说一说一说才知道 原来人家是女医生 然后我问他 你是什么科教 好像是耳鼻喉科的女医生 但是现在有空来想学习强肩调剂 人家不会经常说 你不要走过来 我是女医生 你什么什么什么 他没有问过我是什么职业 我为什么会知道她是女医生 然后我后来看到她的证件 因为有医管局的证件 因为她有牌的证件 然后我再问问问 才知道原来是这样的 人家有没有经常说会不会害怕了我 没有这些的 哎呀 就不要这么夸张 很害怕 我们说一说 连登巴打怎样 怎样 怕了你 不关学历事 女人太X 才会吓死所有人 你这样说下去 说到自己这么夸张 这么厉害 你就自己一个人中老了 还要觉得 玩Apps的男生 就怕了你 又怎样怎样 有些人还说她 都是巴打 按X的人 读多少书 都是按X 有些连登巴打 跟我的看法也有近似 当然我们不可以因人废然 是其是非其非 我在另一节也有提过 就像麦明斯一样 其实他没有什么 就不会说我是十业的 别走过来 走开吧 我在哪里 名牌大学 读法律毕业的 我是哪里的美国的注册律师 你走开吧 别黏着你 别黏着你 记住 他现在的老公 是麦明斯看到这个人 他本来是持有飞机 然后因为疫情的问题 不能做 然后他转了做保险 是麦明斯联络他的 听到这件事 不知就是叫来来聊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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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是不是主动想认识男孩要做老公或想做男朋友觉得他很帅 這件事 但人家的默明師學歷或質素 他都沒有嫌棄這個 哎呀你開飛機又怎樣 現在就不能工作 疫情又怎樣 駕巴士吧 人家不會這樣看你 會不會害怕了我呢 怕了我默明師 會不會不敢跟我說話呢 因為我是實憂港者還是怎樣 還做了港者 人家也不會有這些 然後人家也有說像朱千雪等等 人家那些是否更厲害 又沒有說像你那樣呢 所以我看完那一則訪問之後 給我一個感覺 我想歐善儀平時的人 都頗為之囂張 會不會 你覺得不覺得 因為他看到自己的學歷很重要 要記住一件事 可能你小時候讀書差點 太差了 要很輾轉才能讀 你記住 有些人說是甚麼盲本 你問一下 一般照顧兩個小朋友的家長 他們有沒有那麼多時間可以讓他讀書 或者打鼓 還是怎樣 不要說打鼓 打麻將 打電話也不夠時間 因為又要照顧這個 照顧那個 然後又要煮飯去吃 又要幫他換衣服 又要做其他不同的東西 然後大一點 又要帶他去學鋼琴 又要帶他去跳芭蕾舞 男生又說要游泳 又說要打籃球 只是做這些 跟他計算時間表 又要補習 這一天又沒有回來 然後又要再補課 還是怎樣呢 只是許Sir 我見到家長這麼貧能的那些 哪裡能讀書呢 能夠有那麼多時間讓你騰空出來去讀書 又甚麼健身 又說甚麼搞其他不同的東西 很明顯 老實 就算你說讀書的錢是自己的也好 還是怎樣也好 郭俊安一定是給你的那些工人 或者給你安排得到的那些時間 是很多你才叫可以讀到的 這個肯定 很多做媽媽的 要照顧小孩 根本是不會有私人時間 還說有空閒可以讀書嗎 你照顧小孩都浪費很多時間 不過香港是不同的 香港就有可以請工人來幫忙 我相信郭俊安他一家都有請工人 所以可能就是因為這樣 其實裡面也給到他有空閒時間讀書 不過他講到自己讀了很多很多 將自己的時間安排得很密很密很忙很忙 但你有沒有想過背後付出的人 他所犧牲的又有多少呢 他覺得是自己爭取回來的 我覺得現今這個學生 其實不是靠一個人 不只是一個人的努力 其他人背後的付出 他有沒有計算下去呢 我就感覺他是沒有計算下去 那我也要再一次澄清一下 有些人說 你之前好像支持他 我也再承認一次 我之前那一節也有提到 可能我聽他的訪問 不夠今次那麼瘋 可能有些人已經聽得出 你當我的反應慢一點 去到今次 還有沒有閣下 你們的第六感 還有你們那種女人的直覺 看得這麼快 這麼穿 這麼透 因為我看到他沒有理由這樣說 郭俊安 為什麼呢 我之前那節也有提過 我怕有些人沒有聽過那節 因為如果你跟他這麼和平 又說什麼一家人 零點點點點 大家好像家人一樣 你沒有理由在這個時候 就在一個網台節目 就算你網台有什麼都好 你都會通天 全球都會看到的 是 看十次就可以 剪下來什麼都可以 剪接什麼都可以 這樣的情況下 去說一些 不太有利於郭俊安的事情 因為你記住 小孩子是郭俊安照照的 即是跟了郭俊安的 你回復自由身 你可以玩Apps去追求六個兒子 但是這樣的話 你對於郭俊安也好 小孩子也好 始終都不太好 不過也很開心 剛剛看到有個新的報道 就說郭俊安去了深圳那裡玩 又有兩個女士幫他狂拍照 說自己仍然還要付車費 因為他差一一才到六十歲 十月才夠年紀 不知道他是不是去幫忙 宣傳一下旅遊 好像不知是拍抖音 還是拍抖音 抖音的視頻 叫做安仔深圳一日遊之坐地鐵 不過雖然看他笑得這麼開心 他是一個演員 會不會背後有些不開心 看到這件事 其他人就不知道 他自己才知道 不過我們就這樣看 看來他也沒什麼 要生活下去 大家都要積極一點 記住 就算一個男人 不一定好像可伯那些 都要找個人來照顧 要練練練 陪著他走 不一定的 真的 記住 不是每個男人 去到上一年紀 都一定有這樣的 要人陪著才行 又或者 免是煩 有些人經歷到不太好 再有人陪著 可能會擔心這件事 會不會有下一個 有些時間 但是接著 麻煩的那些 電飯煲這麼大 不過還有多說些巴打 怎樣說 讀這些XX學位 有錢有時間 慢慢讀應該都行 有什麼好圓要 接著也有些巴打說 因為很多人沒有錢 又沒有時間 這樣也是的 有些人最慘的是什麼 有錢但沒有時間讀 有些都頗相鮮 其實大部分人 我是指的 做媽媽的 每個人都很忙 如果不是有郭俊安 能夠在財政上 或者在精神上 這麼大的支持 一般來說 都很難可以給他 這麼多的時間 香港很多父母 大家都要出去賺錢 不僅僅 還要照顧小孩 兩個出去賺錢 哪有時間 可以讀這麼多書 記住 要再數 那國漢明不是眾景嗎 很多年前 1989年 在美國南加州大學 雙錫士學位畢業 而且本來是美國太空總署 NASA是真的 不是你隨便買NASA的T 穿那些是NASA 有些人買T 穿著著著著著著著 是嗎 是的 挺有趣 他是當時的建築工程師 不過他新行 1991年的時候 暑假 想回來香港 試試參加港姐 誰知被他贏了冠軍 後來再拍攝大時代 跟劉青雲 叫做日久生情 他放棄了回NASA 做工程師的機會 其實你看到現在 他也沒有說什麼 沒有說 你看看我 我是雙錫士 你劉青雲是什麼 還在拍攝這些電影 等等 其實人家這樣 跟劉青雲一起去 我看到最近 好像拍到他 吃魚蛋粉 那些 牛腩粉 那些 都沒什麼所謂 所以我都覺得 雖然都四十多歲 但都好像 不是太過成熟 思想上 但既然他兩個都已經分開了 我都希望 歐善儀將來 有更美好的生活 唯有是這樣 應該說 兩個都是 希望沒什麼 希望歐善儀 就算你不顧念 郭俊剛也好 都顧念一下那些小孩 因為人要面子 就樹要皮 不要搞到到時候 那些小孩就這麼難堪 因為你這麼高調 你的照片都出來了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他們的父母就是 郭俊安和歐善儀 還是怎樣 如果這樣的話 到時候 小朋友看到同學 或者朋友 都會有一些老鑑 慘了 人家會看到我這些 看到我媽媽在節目中 追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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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追兒子 你媽媽的電腦 是不是另一條兒子送給他 你想想 這樣多老鑑 我絕對會 你的電腦這麼新 是不是你媽媽的兒子送給你 送給他 送給你 你這樣一句 就很難搞的 這些 對 鬥不了 家長要小心這些 會不會搞到小孩的事情 這個很重要 家長好像一個很不成熟的家長 我們也看到歐善儀 她自己也說了類似的說話 就是現在開始接觸過社會 即是自己做出道 做結婚 做媽媽 我覺得這裡也要小心說話 因為就算做家長也好 你會接觸到其他家長 也會接觸到很多不同的補習社 跳舞也好 芭蕾舞也好 什麼都好 鋼琴老師 你跟他們聊天的時候 也會了解到其他人的工作 跟其他家長 其他家長來自五湖四海 什麼工作 什麼職業都有 有警察 有護士 有會計師 有律師 有其他不同的事情 你這樣都可以接觸到其他社會 如何運作 你參加一下學校的家長教師會 你都可以擴闊自己 不要說 因為自己以前做太太 主婦 就局限了自己的世界 不知道世界如何運作 現在終於離婚了 就知道世界 不要這樣說 這個我也不認同 我們用一個純粹的人際 倫理 中國人社會也好 香港人社會也好 的角度 來出發去探討 好了 今次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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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